虽然只在公交车上待了12个小时 但这半天的时间李扬坚经历的这一切却是危险而又恐怖 同时也增添了许多疑惑和不解 鬼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一辆可以运送鬼的工具 还有那些站点又是什么地方 鬼域吗 看着并不像那片遗忘无际的坟场又是一个什么样地方 之前熄火下车的之后 枯坟鬼 甘尸新娘 还有那梦魇这些鬼又去了哪里 接触的东西越多 就越觉得这个世界很神秘 也很可怕 如果当时我下车离开了那辆公交车 或许我能探索更多的东西 但毫无疑问我会死在那鬼地方 杨坚面带沉思的走在马路上 他微微抬头看着街道上匆匆而过的行人 他们还和以前一样生活着 该工作的工作 该上学的上学 一切都无比的正常 仿佛灵异事件和他们完全挨不上边 杨坚已经不止一次感慨 无知正好 至少在他们遇到灵异事件之前可以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思绪很快收了回来 他现在得颠量着鬼车事件透露出来的信息和价值了 一辆能压制历鬼复苏的车 这对那些遇鬼者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救星 唯一困难的就是如何定位那辆车的位置 在需要的时候能及时上车 许峰的手机还遗失在车上 可以通过定位他的手机信号确定鬼车的位置 不过全球定位系统的话只有总部才有 这是机密 也就是说要找到鬼车 也就只有靠总部才能做到 杨坚心中开始盘算着起来 但我从临北那边得来的情报是最重要的 想了想 他觉得自己无法直接从这件灵异事件当中得到最直接的利益 只能是换取一份看不见的功劳 算了 就当是做一次义务功吧 杨坚想了想 还是联系了自己的接线员 是我 杨坚 接线的人不是刘晓宇 而是声音性感动人的新接线员秦妹柔 你好 我是接线员 有什么事吗 秦妹柔的声音有些低沉 似乎上次被杨坚气得不轻 现在不敢用那比较温柔的语气通话了 杨坚边走边道 你旁边有其他人吗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 我身边没有其他同事 秦妹柔道 但我希望你尊重一下我的工作 我只是你的接线员 并不是你发泄的对象 如果你需要找个人发泄的话 我可以给你找个从事某些方面的经纪人 他会给你介绍一些比较符合你心意的女孩 杨坚没有理会他的话 直接道 准备建立新的档案 代号 鬼车 灵异事件级别X级 X级 所有的档案从C级到S级都有 从未有过X级档案 秦妹柔道 如果你不清楚流程的话 我可以重新给你说一遍 这话从你嘴中说出来 我开始怀疑你的身份以及职业素养了 杨坚冷冷道 现在我没有功夫和你扯别的 给我老老实实的建立档案 自己级别不够就别在电话里丢人了 我说 你做 做不到就换人 X级档案 是他在权限升级之后才了解到的存在 属于神秘未知的灵异档案 无法定义危害程度 但却非常重要的事件 通讯室内的秦妹柔此刻正住了一下 他对杨坚有过三个影响 一个是从他的简历上了解到 杨坚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三学生 应该是很好打交道的那种年轻人 第二个影响是从解决大昌室S级灵异事件上 心中觉得这是一个极富正义感的人 值得钦佩 第三个影响则是从之前的那一通电话 认为这杨坚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吊丝 但现在听到这种近乎于生硬 冷漠的语气 秦妹柔又不禁心中一颤 感受到了一种绝对的强势以及莫名的可怕 比想象中的遇鬼者还要让人感到畏惧 好 已经准备建立新的档案 还请说明 秦妹柔收起了种种情绪 急忙开始准备速记 以及电话录音 小春是鬼车事件 我在昨天傍晚六点左右上车 同车乘客一共二十余人 杨坚将自己发声的经历进行复述 途径第一站 是一处临时站点 路边只有荒气的田野 田野中间有一座坟丘 一只鬼跪在坟前哭 我给那只鬼的代号为枯坟鬼 恐怖级别A 车上的乘客除去林北和许峰以及我之外全部下车 至少20人 双引号点 第一波枯坟鬼的袭击 下车的只活来三个 其他人全死了 事实证明 鬼车内暂时是安全的 因为活下来的三个普通人成功的跑回了公交车 听着杨坚的陈述 正在建立第二份枯坟鬼档案的秦妹柔心中莫名的感觉到了一股寒意 二十几个人下车 短短五分钟时间不到 死的就只剩下三个人跑回了公交车 其他人全部被鬼给杀死了 杨坚继续道 第二站也是一处荒山 公交车停在了山林下的一条小岛上 顺着荒芜的小道可以看到山林之中一座老旧的木宅坐落在那里 木宅前面挂着两个红色的灯笼 那只鬼上车了 是穿着红色旗袍 盖着红色头巾的女鬼 我不清楚那是不是女鬼 因为那东西漏在外面的双手像是暗褐色的干尸 我给她得代号是 干尸新娘 只论危害程度的话可以站定为C级 但对遇鬼者而言却极度危险 疑似能够招鬼 这一站没有死人 公交车来到了第三站 那是一处附近被黑暗笼罩的十字路口 公交车停车开门了 一只鬼上了车 可是我并没有看见 无法建立档案 不明 公交车上有一块电子显示屏 显示的乘客数量是4 这代表着车内有四只鬼 凌晨的时候 车子熄火了 所有人都得下车 四只鬼有三只鬼先后下车的 分别是枯坟鬼 干尸新娘 以及那看不见的鬼 双引号点 早上7点半 我下车了 当我走下车的那一刻 鬼车消失了 我离开了鬼车 事情就是这样 档案建立人 鬼眼杨坚 杨坚说完了最后一句之后 又问道 好了吗 好 好了 电话里传来了秦妹柔的声音 她的声音之中带着震惊和一种莫名的恐惧 一辆车 上来四只鬼 一次熄火 人和鬼全部下车 十分钟之后鬼车重启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虽然没有细说 但可以想象得到这到底是有多么危险 只是亲身听完这个故事都让人不寒而栗 更别说身处于事件当中的杨坚了 既然建立好了档案 那么就给我查一查佛法学院的那个叫林北的学生 杨坚道 很快 秦妹柔通过电脑查到了林北的信息 已经找到了林北 男 1990年3月2出生 籍贯 不用念这些 我对这些资料不感兴趣 找到他的家人 告诉他们林北安全 理由自己编 另外再找个正当的借口给他们家汇取一千万 这笔钱从我工资里扣 杨坚道 可你的工资才一百万 而且还是年薪 并且这是由当地负责发放 秦妹柔有些拘谨的问道 你只是接线员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 其他的不要管 赵建国会搞定的 再说了就凭我手中的这份档案至少值一百个亿 真算账的话还是总不赚了 杨坚平静地说道 另外让人去追踪许峰的卫星定位手机 他的手机就在鬼车上 在发布通缉令 给我撤了那个许峰 通缉这家伙 秦妹柔道 通缉许峰 这是为什么 他在鬼车上想坑死我 这个理由行了吗 杨坚说道 涉及在编人员这需要部长签署才行 一般很难批下来 秦妹柔说道 杨坚道 审批的事情和你没有关系 你只要上报就行了 好了 事情就是这样 没什么事的话别来找我 最近我有点忙 这些事情我会处理 秦妹柔道 杨坚没有回话 而是直接挂掉了电话 没关系 公司 是 连行